新冠肺炎疫情延烧数月前期 因为口罩难买又限定同路贩售 因此桃园市特别开放 旧区卫生所贩售口罩 但随着疫情趋缓 口罩购买也更加方便 因此决定从本周期 卫生所的周末都不卖口罩 我们卫生所在这段时间评估下来 卫生所在周六周日贩卖的口罩量 也都有省余 而且民众也都不需要排队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针对卫生所 礼拜六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就先停止贩卖口罩 然后让我们卫生所的工卫同仁 能够回归到工卫的一个工作 卫生局表示 卫生所为了实名制口罩 不仅人员要周末加班 平日排班也受到冲击 但疫情趋缓后 卫生所口罩基本上都没有卖完 剩余量高达4000到7000片 评估卫生所贩售口罩 已经没有迫切的需求 因为目前其实疫情 已经慢慢的一个趋缓 原本当初在疫情期间 我们有很多的一个业务 比如说比较大型的一个 筛减的一个活动 或预防保健的一个 业务的一个筛减的 这个部分都暂停 那因应疫情开始 我们也预估在6月份以后 我们会慢慢的一个恢复 所以现在我们的工卫人力 就可以逐步恢复到 原本工卫体系底下的一些 所有的一个业务的执行 卫生所终末停卖口罩后 将会让卫生所同仁 逐步回复到工卫工作 而卫生局仍提醒民众 还是要遵守个人的防疫工作 千万不能因为疫情趋缓而松懈 记者为一头补报道